嗨,大家好,我是秀厨娘 今天我与大家分享一道夏季必备美食 一起来看看她的做法吧 盆内加入120克糯米粉 加入40克玉米淀粉 加入40克白糖 加入200克纯牛奶 搅拌均匀 将搅拌均匀的面糊过筛倒入盆中 这样面糊更细腻 盖上保鲜膜,用牙签插上小孔 锅内加水烧开 将面糊放入锅中 盖上锅盖,大火蒸20分钟 取一把糯米粉放入锅中 小火翻炒 将糯米粉炒熟 面糊蒸好后取出 加入40克黄油 戴上隔热手套,趁热揉均匀 大概揉15-20分钟 面揉至拉扯不断,非常有弹性即可 搓成长条,下成大小均匀的面剂 取一个面剂拖在手中 将面剂两边不停地向中间按压 最后团成圆形 取一个面剂,用擀面杖擀薄擀大 取一个无水无油的盆 加入250克淡奶油 加入30克白糖 用打蛋器低速打发至奶油纹路便清晰即可 取一个裱花袋装入打发好的奶油 在每一个面皮上都挤上一层奶油 分别加入奥利奥饼干碎 草莓 黄桃 以及其他自己喜欢口味的水果 最后再挤上一层奶油 将面皮的四个角撑起捏在一起 再把另外四个角撑起捏在一起 在顶部捏紧 然后翻过来 用双手掌心位置轻轻团圆 香甜软糯奶香浓郁的网红雪蜜娘就做好了 咬一口满嘴流香 满满的奶油吃着特别满足 喜欢的朋友点赞支持一下吧 谢谢大家 明天见